为了报复自己的闺蜜 女生决定诬陷闺闺蜜偷东西 她把戒指放进闺蜜的书包里 接着就告诉老师自己的戒指被偷了 没有人承认自己偷了东西 老师决定在班里挨个检查书包 不过在老师搜查时 前面的闺蜜显得异常紧张 直到老师走到闺蜜面前 闺蜜哀求老师不要打开她的书包 老师坚持要当众检查 一向乖巧的闺蜜却抓着包不敢放手 闺蜜和老师开始争抢 在混乱中闺蜜的化妆包掉在了地上 包里有一盒已经开封的验韵棒 原来这就是闺蜜想要守住的秘密 她很惊讶身为优等生的闺蜜居然在用验韵棒 她也不会想到只因为自己一时的恶念 闺蜜会在之后选择自杀 仙姬的家境很优渥 但她从未得到父母的关爱 父母总是为了琐事吵架 十几年里他们总是忽视她的存在 她在学校没有朋友 安静内向的她一直是班里的边缘人 仙姬很羡慕班里的郑美 对方开朗活泼 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同学 她想变成和郑美一样的人 也渴望和郑美成为朋友 这天班里抽签换座位 仙姬刚好换到了郑美的后面 郑美主动对仙姬说话 并且夸仙姬的围巾很好看 仙姬表面上客气回应着 其实心里早已开心得不得了 客间仙姬偶然间听到 郑美想和闺蜜一起去听偶像的演唱会 然而演唱会的票很难抢 郑美抱怨着自己没能买到票 回家后 仙姬决定帮郑美买票 有人在网上转让两张门票 但是每张门票开价30万韩元 她先去找了爸爸 在睡懒觉的爸爸把她赶出了卧室 她又去找妈妈 对妈妈谎称需要钱买练习册 妈妈正在打电话忙着工作 仙姬的打扰让妈妈很不耐烦 她一直站在妈妈面前没有离开 妈妈一边打着电话一边递出了钱包 强势的妈妈总是对她冷着脸 也从来不会问她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第二周上学时 她把两张门票送给了郑美 两张门票的价格很昂贵 她以此换取了接近郑美的机会 她开始进入郑美的闺蜜圈 并且自以为成为了郑美的闺蜜 郑美是先机想成为的样子 所以她在不知不觉中模仿着郑美 她开始模仿郑美的发型 把头发梳成和郑美同样的款式 郑美交了一个男朋友 她也谎称自己也有一个大学生男友 她买了一对同款戒指 对闺蜜们说戒指是男友送的 作为这个小团体里的新人 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每一个人 因为她害怕被孤立 担心自己被其他人讨厌 而她讨好别人的方式 是用自己的零花钱来换取友谊 仙姬的讨好很刻意 这种刻意让其他女生觉得厌烦 闺蜜们吐槽仙姬总是呆呆的 也根本不会看颜色形式 他们说仙姬很虚伪 也嘲笑仙姬的发型是模仿的郑美 郑美有试着帮仙姬说话 她说仙姬很可怜只是缺乏自信 不过郑美的辩解声很微弱 大厅里回荡着女生们充满恶意的嘲笑 这些嘲笑和恶意评价 全部都被买临时回来的仙姬听到了 仙姬很失落 她已经在节力讨好每一个人 为何换来的却是厌恶与排挤 她想不明白原因 在心情欲竭之际她决定复仇 而她复仇的第一个对象 是她最在意的郑美 所以她趁郑美不在时 偷偷把戒指放进了郑美的书包 在燕运棒事件发生后 郑美被停学没有再来上课 郑美平时的形象是一个乖乖女 如今班里的人都在传言 她私生活混乱 仙姬心里涌上了无尽的自责 她没想到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她去郑美家想对郑美道歉 然而郑美妈妈告诉她 此时郑美不愿意见她 无奈之下 仙姬只能选择离开 在路上一阵风吹落了她手里的视觉 就在她回头时 她看到了从楼上跳下来的郑美 此前她从未想过 一向开朗的郑美会选择自杀 此时她也突然意识到 因为自己一时的恶念 却意外导致了一条生命的终结 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她的心头 她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的动弹 仙姬不想回到冰冷的家 学校对她来说也是舆论的修罗场 她不知所措地在街上狂奔 最终她坐上了开往远方的客车 在车上她听到临座女孩的名字叫色奇 大脑一片空白的她记住了这个名字 她在一处陌生的站点下了车 接着又走到了公路旁的湖边 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郑美 此时她想用自杀来洗清身上的罪念 不过因为窒息的体验过于难以忍受 她最终还是爬回了岸边 活着对她来说当然很痛苦 但这种痛苦还不足以让她有勇气接受死亡 不久后先机被路过的人发现 发现她的人是附近一家孤儿院的院长 被送到孤儿院后院长给了她干净的衣服换洗 在院长的口中 她是一个在路边企图轻生的可怜女孩 这样的女孩一定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所以院长也没有询问她的来临 师范时她的对面坐着一个叫敏金的小女孩 小女孩询问该怎么称呼她 或许是想和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 她没有告诉敏金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孤儿院里 先机依然是一个边缘人 她很讨厌自己 也不知道该以何种身份和这里的人相处 直到晚上睡觉时 熟睡的敏金突然翻身抱住了她 她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丝温暖 此时她恍惚中觉得 她应该做点什么来为自己赎嘴 在那之后 她开始以色奇的名字在这里生活 她偷走了客车上那个小女孩的名字 而她的本名和过往 变成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先机谎称自己叫色奇 谎称自己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她逐渐适应了孤儿院的生活 在这里负责照顾小朋友的生活起居 她的性格内敛却又懂事 年迈的院长也很喜欢她 之后冬天来临 院长带她去了商场 并且给她买了件红色的羽绒服 看到两个女学生走进商场 她在恍惚间又想起了过去 而她望向女学生的这一幕 都被院长看在了眼里 这天院长递给她一袋教辅资料 接着又鼓励她自学参加中考 在韩国读高中不用交学费 她接受了院长的提议决定自考 之后的日子里 她一边照顾着孩子一边自学 她的自学能力很强 在不久后也如愿考上了当地的公办高中 孤儿院给她开具了身份证明 她以色奇的名字成为了一名高中生 她即将离开孤儿院 和她最亲近的敏金很失落 她跑过去安慰敏金 并且告诉敏金她每周都会回孤儿院 搬进宿舍的第一天 她认识了室友李方卫 是一个性格看起来很洒脱的女生 早上吃饭时 她像以前那样 一个人在最边缘的位置坐下 她以为自己依然会被排挤 担心着这里的同学会不喜欢她 不过李方卫主动坐在了她的对面 隔壁宿舍的两个女生也凑了过来 三个女生对她很热情 在交谈中不停地对她释放善意 此时仙姬并没有去刻意地讨好他们 却也被对方自然而然地接耐着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她似乎拥有了崭新的人生 时间慢慢过去 仙姬开始了她快乐的高中生活 她和朋友在上课时一起开小差 在晚上偷偷聚在一起喝啤酒 在周末时 她会跟着李方卫一起去摄影 她知道了李方卫喜欢拍照 而且以后想要当摄影师 仙姬没有忘记她对敏金的承诺 她在每个周末都会回孤儿院 但是这一次回孤儿院时 意外毫无预兆地降临了 一个来做义工的高中生认出了她 对方是她的初中同学 虽然明知道对方不会相信 她还是谎称自己不是仙姬 她极力隐藏着自己的过去 可真相还是隐瞒了暴露的那天 这天晚上 孤儿院的管理员阿姨找到了她 阿姨手里拿着一张巡人启示 上面是她的真名和照片 这一刻谎言被拆穿 她随意捏造的身份也随之破碎 阿姨对她很失望 并且让她亲自去找院长坦白 如果她不主动交代 明天阿姨就会把真相告诉院长 先机找到院长 在坦白之前 她问了院长一个问题 当初您在湖边发现我时 为何什么都不问就艰难了我 您难道就不担心 我很有可能是一个坏孩子吗 院长的话击中了她内心的柔软 但同时也让她变得胆怯 她宁愿对院长隐瞒真相 也不愿看到院长知道真相后失望的表情 在她十几岁的认知里 她觉得隐藏自己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所以她趁着夜色离开了孤儿院 一个人再次踏上了走向远方的旅程 她穿着院长当初买给她的羽绒服 脚步坚定地一步步远离着她那厌恶的过去 即使时间流逝 她依然没有原谅自己 她犯下的错已经变成石头压在她身上 在另一边 她的室友李方卫发现她没有来学校 李方卫的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 可电话那边却始终没有人接听 先机又一次坐上了客车 她没有目的地 她所想到的只有套礼 有乘客阿姨不方便放行李 她会热心地起身帮一把 只是在阿姨问她的名字时 她又一次偷走了别人的名字 从这时起她变成了李方卫 接下来的旅程 她将以这个名字生活下去 或许在她直面自己的过错之前 她会一直步履不停地逃避下去 导演没有交代她之后的生活 整部电影至此宣告结束 这个故事抛出了有关自洽的议题 很多人穷极一生 都无法给出这个题目的完美答案 接纳自己并且喜欢自己 这件事似乎很简单也似乎很难 有人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讨厌自己 有人因为自身的过错而活在阴影里 我们羡慕着他人的人生 逃避着和自己有关的一切 而在我们羡慕旁人时 却最容易忽视自己所拥有的美好特质 或许只有随着年岁渐长 我们才会慢慢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 我们会渐渐明白 逃避从来都不是自愈的药方 他人也从来不是你唯一的救赎 相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